我们煎鸡蛋经常粘锅 今天这个视频我就向大家讲解 如何用各种锅来煎出完美的鸡蛋 首先来看看铁锅如何煎鸡蛋 我们在煎鸡蛋的时候 先点火 把铁锅放在炉火上 烧热它 手在铁锅上感觉到热气上来以后 再倒油 放入鸡蛋的时候 双手掰开蛋皮的时候 要缓缓地让蛋液落下 这样鸡蛋不会在锅中流动 而是固定在锅中的一个位置 这是我们煎鸡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诀窍 下一个诀窍就是放入锅中 不要立刻翻动 要先定型 因为这时蛋鞭正在形成与锅之间的缝隙 观察蛋边的泡沫呈沸腾的状态 这种情况下不要动它 一分钟左右当边缘的泡沫 不再沸腾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轻易地用铲子 从边缘铲起 使它缝隙更大 然后就可以翻面了 翻转过来 非常轻易地 它就可以在锅中滑动 我们就可以及时盛出来了 所以第一个关键就是热锅 然后再倒油 第二个关键点 就是双手掰开蛋皮的时候 要让鸡蛋缓缓地落入到一个指定的位置 这样鸡蛋不会在锅中流动 而是立刻定型 第三个要点就是不要翻动 让蛋黄和蛋清最中心的部位 先加热成熟 这样它周边的地方的蛋清 就自动形成了和锅产生了一定的缝隙 这个时候我们用铲子来试验 就会发现这个缝隙 非常好插入铲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的翻过来了 那么这是铁锅 铁锅油呢又比较少 煎起来就稍微有一点难度 但是掌握了这几个要点 就变得特别容易了 尤其我们如果早晨 只是用铁锅来煎蛋的话 我们甚至于可以说 为您的铁锅做了一天的保养 因为它有油侵入 所以根本不用再刷锅 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如何用不锈钢锅煎鸡蛋 好 我们也把不锈钢锅加热以后 我们再倒油 如果我们完全按照铁锅的方法煎鸡蛋的话 那我们大家看一看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我们完全按照铁锅的方式 等了这么一分多钟 我们来试试看 它边缘有没有这个缝隙 当我们用铲子来铲的时候 发现它根本就没有这个缝隙 而且我们使劲的铲 而且我们使劲的铲 粘锅是非常严重的 看来用铁锅的方法呢 不适用于我们的不锈钢锅 是没有办法在不锈钢锅这样煎鸡蛋的 而且呢 用这种方法来煎鸡蛋呢 还特别容易损坏我们的锅 那么到底能不能用不锈钢锅煎出不粘的鸡蛋来呢 下面我们就来学习这个诀窍吧 下面我们点火 我换一个中号的小的不锈钢锅 都可以煎得非常好 不要等到锅体变热 放到炉火上之后 不要完全变热 我们就开始倒油 然后不要等油热和锅热 我们就把鸡蛋放进去 好 把鸡蛋放进去之后 您就会看到 这个锅体基本还没有完全预热 因为您看蛋清的部分还是透明的呢 第二个诀窍 就是要盖上一个锅盖 我盖的这个锅盖呢 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 我换了一个透明的玻璃锅盖 大家可以观察里边的变化 这时候您看到蛋清的部分已经变白了 但是锅体还不是很热 那么第三个诀窍就是 我们在整个煎鸡蛋的过程 都是中小火 特别的诀窍就是 全程要中小火 大约立时四分多钟 好 您看看现在 玻璃盖子下边的鸡蛋 已经有一点冒泡的现象 您看 边缘出现了一点点的泡沫 我们接着来观察它 盖子里边出现了一些雾气 好 大约立时四分多钟 这时候我们打开盖子 我们来看看 边缘已经完全脱离了锅底 出现了很大的缝隙 轻而易举的 我们就能铲动了 就能翻开了 如果喜欢吃 这种叫over easy的 我们就可以现在取出来了 整个的鸡蛋 它可以在锅中来回的滑动 您看 我把鸡蛋铲起来 锅底一点粘锅的现象都没有 如果希望再多煎一会儿 我们还可以翻面 而且翻面也非常的容易 翻过来 再怎么煎它都不会粘锅了 我这是一个比奶锅大一点的锅 您看 它都能煎得非常好 还有一种方法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来使用这种方法 我们同样也要把锅烧热 就是我们不需要倒油 而是用市场上所买来的一种喷射油 市场上所买来的一种喷雾油 把锅烧热之后先把火拧小 然后我们用这种喷雾油 喷到锅里 再放入鸡蛋 它就从来也不会粘锅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油 是这种喷射油 它分成两大类 一类就是菜籽油的喷射油 请大家不要选择 因为菜籽油的毒性 现在可以说是由种子 或加工过程所导致的 菜籽油可能给大脑健康 和体重管理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它是最不利于健康的食用油之一 另外一种喷射油呢 是这种这个橄榄油的喷射油 无论是哪一种喷射油 几乎在市场上所卖的 都在写是不粘锅的 那么我们就很怀疑 这个油里的是不是有PFAS了 所以呢 我不太建议大家使用 但是它确确实实就是不粘锅 比较安全的 这种橄榄油的喷射油 我查阅了一下资料 如果没有PFAS的话 那么它就含有一些 大豆卵磷脂和二甲鸡硅酮 通常是被认为比较安全的食品添加剂 那么我还是比较推崇 我们来使用刚才我向大家介绍的 有诀窍的这种中小火 来使用不锈钢锅 却完全不粘的 只不过需要花费长一点时间的 这种煎蛋的方法 那么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 如果我们用铸铁锅来做早餐 比如说我们要有面粉 加上比较多的水 在有水分的情况下 我们再煎这种鸡蛋饼 像这样我们用非常多的水 来搅拌面糊 然后再放一个鸡蛋 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也不粘锅呢 我们还是用铁锅 把铁锅烧热再倒油 倒完油之后呢 缓缓的入入鸡蛋饼 放了鸡蛋饼之后 不要翻动 然后拧到中火 这时候我们会看到 这个饼边不断的冒泡 然后等一分多钟 最多不到两分钟的样子 这时候我们铲一下 就会发现它边缘已经产生了很大的缝隙 然后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的 您看 在锅中晃动 然后我们再翻面 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了 所以我们掌握了基本的方法 我们做什么 无论是水分含量多的 饼啊肉啊 它都能够不粘锅了 我们下来的饼